脾胃一须百病来 脾胃最怕的四种舌相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脾胃是人体的根本 五脏筋骨四肢百害都需要脾胃生成的气血来滋养 脾胃一须各种小毛病就来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脾胃最怕的四种舌相 第一种 舌色蛋白 舌中有轻微的裂纹和凹陷 这种通常是脾胃虚损的第一步 脾气虚 韵化无力 导致身上气血不足 平时容易出现一些脾胃毛病 比如偶尔胀肚子 消化差 食欲不好 吃得少 以及身上没劲 人懒 能蹲就蹲 能躺就躺 这时条里可以参考一些健脾益气的中程药 比如健脾丸 四君子丸等等 如果气虚严重 还出现了一些小腹坠痛 肛门坠痛 甚至是子宫肛门下腿等情况 可以参考补中意气玩 第二种 舌色蛋舌体胖大 两边有齿痕 中间有裂纹 平时除了脾胃不好 消化吸收差 容易腹胀腹痛 大嗝 甚至恶心反胃等情况 小腹发凉不敢吃凉的 不然肚子疼不舒服 甚至窜息 平时手脚也凉 喜欢喝热水 这就是脾气虚损 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脾阳虚的情况 此时条里需要温中健脾 可以参考腹子里中耳 第三种 舌色蛋 舌体胖 舌面滑湿 两边有齿痕 这种多属于脾阳虚或者脾气虚进一步发展 影响到体内水湿的运化 导致体内出现了湿气 此时除了脾胃不好 腹胀腹痛 容易恶心反胃等情况外 还会出现头晕头沉 四肢困重 没精神 头面爱出油 口淡嘴巴里发腻 甚至恶心反胃 大便吸糖 不成情等情况 条里就需要健脾驱失 可以参考神灵白珠伞 第四种 两边齿痕 舌中裂纹 舌胎白厚膩 这种是脾虚生食 进一步发展 失聚成痰了 因此除了刚才提到的种种症状外 还会出现一些咳痰吐痰 嗓子有异物感 感觉上不去下不来等等情况 此时条里需要健脾 合胃化痰 可以参考六君子丸 另外 当寒食 磐食 晕结化热的时候 我们的舌胎会从白膩发展为黄膩 此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口干 身心烦躁 皮肤发热等等情况 条里就需要参考一些健脾驱失热的东成药 总之脾胃虚损是一步步加重的 我们最好在脾虚刚开始的时候及时对证条里 以免后续发展到其他脏腹亏损更复杂的情况 如果拿不准可以把蛇像发过来 我来帮大家辩证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